还记得前阵子雕翻银屏的《肖奈大神》吗 全能天才 网游神话的设定 令人气爆棚的杨阳又长粉无数 11月4日 导演张黎协主演杨阳 张天爱 吴尊 侍晓龙等一众主创纷纷现身 《向山新曲》开机仪式 这部剧是杨阳和张天爱的第二次合作 但却是第一次在剧中演对手戏 张天爱现场还透露 剧中两人都是小流氓 对 其实我们俩是第二次合作 加上广告 但是在《从你全世界》路过中 其实我们俩是没有真正的演到对手戏的张黎协主 那这次可以说是我们俩真正的第一次 就是有直接对手戏的这样的很深的合作 所以我很期待《小爱》全是那个影芳芳 其实我们俩演的就是两个流氓 我对 我是小流氓 杨阳近期也是全面攻占大小银屏 在新剧中大玩颠覆 作为武侠大剧 打戏自然是必不可少的 杨阳因为早期拍戏期间受伤 就让粉丝担心不已 该剧中也会有很多的天生热博戏份 也不是简单摆个动作 杨阳也透露 为了拍摄顺利自己也做了很多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将近八年时间没有出演电视剧的吴尊也在速回归 将要出演反派林郎天 此次回归 吴尊表示对于自己的角色也是充满期待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驻扎剧组 吴尊唯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宝贝女儿了 他昨天有跟我讲说叫我带我的女儿过来跟他玩一下 所以看怎么样